一些那马下乡的灾民 他们正在看电视新闻报道 不过他们应该非常害怕 听到接下来这个消息 我们知道先前 马云九总统曾经跟灾民说 根据他得到这个气象局的预报 可能在未来一个月之内 还会有大台风要来 那么现在果然在西泰平洋上 果然已经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已经形成了 那么它是否会形成台风呢 还有待观察 但是最快在这个周末 就会逼近台湾 可能又有台风要形成了 目前在西泰平洋上 有好几个低压带逐渐成型 其中一个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低压 下午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 距离台湾还有一千多公里 目前结构松散 但持续朝着台湾方向前进 从云土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由于它的整个范围上来讲 因为比较宽宽的情形 而且整个水溪上来讲 还是比较临上的情形之下 预估未来这两三天 现在这个低压系统 事实上都还会重新再整病的情况 气象局表示 由于海水温度偏高 环境适合台风生成 未来不排除热带性低气压 有增强可能 未来两三天是密切观察期 如果快的话 可能这个周末就会影响台湾 在这同时 气象局还要特别提醒 中南部山区 这几天会下午后雷震大雨 台湾地区未来这两天 整个下雨的现象 还是比较偏重于午后雷震雨的现象 尤其在中南部的山区 等南部排除 会出现局部性大雨的可能 上个月 莫拉克台风重创南部 灾区仍在清理和重建 未来如果有台风形成 威胁又将再放大 气象局不敢掉以轻心 记者张云津林之间 台北报道 环境 建议 汪 建议